你在找什么 白欣欣呢 他人在哪儿 我一直没有看到他 沈副总的母亲找他 白秘书去见他 你说他去见谁了 沈副总的母亲 你疯了吗 为什么要让他们两个见面 你不清楚状况吗 他们两个早就见过了 他在哪儿 我问你他们两个在哪儿 你看我新买的一个包怎么样 好看吗 好看 来 帮我试试感觉 看来 我的眼光还是很准的啊 来 把吊牌捡了 好 好了 这包送你了 无功不收录 这包我不能收 吊牌捡了 我不能退换的 那要不这样吧 这包我赔你了 多少钱我一会儿打给你 天哪 我 我一会儿打给你了 我陪 我陪 陪你 陪你 白秘书 你看 你一直在我儿子身边 我还觉得你挺懂事的 我 我陪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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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秘书 一点小意思 收下了 我 我要怎么回报您啊 我儿子吃饭吃得好吗 嗯 叫呢 叫谁的好不好 大嫂 别有 那个 伯母 我想问您个问题 说吧 可能有点冒昧 听说沈副总失去了他七岁到八岁之间的回忆 是真的吗 你听谁说的 是我儿子告诉你的 对 所以我想问问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能发生什么事情 什么也没发生啊 蛤 那 他那个时候 有没有什么同龄的朋友 你问这个干吗呀 嗯 昨天 沈副总在跟一间休息的时候 好像做噩梦了 在梦里 好像一直在找一个小孩子 白欣欣 一致 起来 一致 我警告你 以后 不准再跟他见面 不准再跟他见面 一致 一致 难道他寄起来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马上走 我们现在还不能走 我跟伯母还没有聊完呢 伯母 给我这么贵的包 我还没跟他说完呢 这个包是他给你的 嗯 你发这么大火干吗呀 他不过去找我聊会儿天啊 任何一个人 心里有什么想说的话的时候 都会想找一个人 来倾听一下 找个人来倾听一下 那你要不要我告诉你 他心里 都别的是什么 是什么呀 一个人的肉体别虐待 灵魂被摧毁的前掌 总会出现三种人 假害者 被害者 还有旁观者 还有旁观者 如果这三种人 有一种消失的话 不幸都不会发生 他就是那个旁观者 在沈家生存了下来 而且现在 还拿着这个 当做挡箭牌 你觉得我能喜欢他吗 回答我 我是沈亿珍的事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你还了解我多少 还知道什么事情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你是沈氏集团的集中人 那你为什么 明明知道我叫沈亿珍 为什么还会叫我长江 我再配合你演戏啊 想摆脱家族的压力 想要自由自在的生活吗 这样也有错吗 每次见面都不像一个人 太奇怪了 如果他做的这一切 都不是他自己的 自我保护意识呢 我 不是能够控制的 不是保护色 而是本色 还有一个有钱人 想要我去做他的主治医生 那你喜欢上他了 我喜欢谁 不好意思 先生 请问 现在是飞去哪儿 地下室的孩子那部小说 决绝是怎么样的 那个男孩子 为什么会害怕地下室 夏容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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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 找到 白秘书的档案 根本就不在咱们公司 他还真是真人不露相 以前全是个医生 还是个精神科医生 忙活半天 就查出这件事了 那你还在教我什么呀 白秘书的档案 还在普安医院 报告完毕 陈总 好 等会儿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晚上我们喝一杯 去吧 是 沈总 什么 你还要干吗 还是不敢 应该快点 你还不敢 她还不敢 我知道了 你有了 有什么 你有你故事创意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来 马赛克大坐下 坐坐坐 坐一下 没有了 真没有 绝对有 你看你刚刚 心事很重的样子 你肯定够知道了 好了 好了 快快 我等你 稿子等很久了 好